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斯特朗米克科比军事进步测评 本期是第3日一期 那么这款由科比公司出品的 斯图亚特M5A1型坦克 它的英文名称是M5A1 Stewart 有款模型的变化是2478 那么这款是M5斯图亚特轻型坦克 那么这款是美国在2年期间 造的最多的一款轻型坦克 一共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M3 一个是M5 最早生产力一批叫做M3 Stewart 由于内部的空间是比较狭窄 那么之后的话是进行一个扩大和改良 那么改良后的版本的话 叫做这个M5 Stewart 那么为什么不叫这个M4 而叫做这个M5呢 因为这个M4就是这个希尔曼坦克 对不对 为了这个避免产生一个歧义 好那么M3-M5 那么这两种型号的话 是一共生产了22,733辆 那么它的服役时间的话 是从那个41年到45年之间 重量的话是只有这个14.7吨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么一个坦克 让我想起这个精灵鼠小弟 Stuart斯图亚特 好那它成员搭载的话 有这个车长炮手 驾驶和这个副驾驶 主武器的话是这个37毫米 口径的M6坦克炮 配弹的话是147发 副武器的话是这个M1919.40 口径的布朗宁机枪 好那么这款坦克 我们知道由于德国的火力的话 是这个不断的提升 装甲的话也在不断的提升 所以说的话 它很快的话就被这个 谢门坦克所替代了 那么它之后在这个战争里的 一个作用的话 主要是这个巡逻车和这个侦察车 那么有的国家的话 也把这个车的话 改装成这个斯图亚特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运兵车 这么来使用 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纸品部分先 好这个纸品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小的 非常可爱的这么一个纸品 上面写这个M5A型 斯图亚特坦克 那么上面的话 配有一名人载 这个的话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拼装过程 大约的话是45分钟左右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的这个人物轩 好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名人载 那么拿着一个波罗的这么一个手雷 在这里 好那么这把枪的话 就是这个M1卡边枪 那么这把枪的话 是这个美国在二战 以及就越战期间使用的一把枪 那么它的话也是一把名枪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坦克本身 好了 那么这个坦克前方的话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M1919的机枪 进行一个火力的一个输出 好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的 这个车灯在这里 那这个是一个红色的一个车灯 好前方的话是这个编号 然后我们往边上来看 好边上的话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悬挂系统 好的那么履带的话呢 也是一个非常顺畅的滑动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那么这边的话呢 比较卡 这边的话呢还是听起来是比较不错的 需要的一些压力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坦克的后方的话呢 是有一些工具的这么一个搭建在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有这个引擎的小盖子 是可以把它看看打开看一看的 我们看到里面的引擎 这是一个印刷的板件 依然是非常的可爱啊 我可以把它再次的合上 好 那么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个标志和这个美军的国际 还有一个美军的一个红星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上方的这个主炮 好 那么这个主炮的话呢 是一个37奥米口径的一个M6坦克炮 好的 那么上方的话呢 还有一个机枪的一个火力的一个输出啊 那么上方的话有一个小的舱盖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开合 那么里面的话呢 还是比较浅的 我们这个commander 我们这个指挥官的话 指挥以这个方式的话 是坐在里面进行一个指挥啊 好 炮塔可以进行一个非常顺畅的一个转动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的话可以进行一个上扬和一个下摆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还有一些这个魔柱的某钉的结构啊 也是非常还原于这个Stort这款坦克 好 那么这么一天的测试 最后会在哪里 回来 回来 我们继续玩具的交流 我们目标的话是100机 包括一个坦克 飞机 以及舰船的测评 在硅谷里的设处 不断前行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